书写长篇的赤壁腹前 我分别临写了文征明和赵孟斐的前后赤壁腹 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在创作大作品之前 即便是很熟悉的悲帖 也要再次反复的临习 一是能让我在创作前内心更加安静 二是可以让作品取乏有道 将经典与自己的感悟相结合 才能不断有所提高